咱们上回书说到1966年6月间 这北京的高校在毛主席聚首指挥之下 热热闹闹乱起来 而依旧在中央一线指挥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 真没辙我都替他们烦 三年大饥荒才过多久啊又折腾 我爹妈那一辈的人当年就在北京传过 邓小平看着516通知 说草他妈刚吃几天饱饭啊 又整这幺蛾子 这句话虽然不真 但是确实可以和当今圣上共勉 早在6月初 刘邓中央为应对文革开始的各种混乱 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通过了中央八条 其中包括内外有别注意保密 不许大资报上街不许串联等等等等 但是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共大事纪1966年这部分去查啊 中央八条是没有经过毛主席首肯的 所以啊 到了这个时候 刘少奇邓小平可以说 依然在利用自己手中有限的权力对抗毛泽东 希望能消大祸于无形 或者说软着陆 其实他们现在做的和一个多月以前 彭真对抗批判海瑞罢官是一样的 都是想用一种缓和的方式去满足毛泽东的愿望 这话怎么说呢 对付臭流氓不能心存侥幸 只有掀桌子干一番两瞪眼 是死是活 听天由命 要不您就学周总理 投降输一半 打不过就加入 然后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做一点补救 而刘邓呢 明知道毛泽东是想烈火燎原水漫金山 却还阳奉阴为两面三刀 把希望寄托在敌人差不多得了 那种心态啊 这叫什么 太阿道池受人以柄 继而刘邓中央向北大派遣了工作组 工作组组长叫张成仙 这人啊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是清华大学化学系一夜的学生 参加过一二九运动 看这个简历就知道 他和王岐山同志的老丈干子姚依林 是一哥系的校友 理论上啊 张组长因为大了两岁 应该是学长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小学弟 目前依然健在 而且听床师们时不时会把他老人家请出来 演一回能对抗当今圣上的角色 这位就是百岁老人 前政治局常委宋平 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上 姚依林常委排名第四 宋平排名第五 用今天的话说 当年这两位在清华大学化学系学习的深深学子 未来可期顶峰相会 所以咱们张成仙同志和姚依林宋平两位 那是有同窗之疑的 张组长受刘邓委托 6月3号就进驻了逐步开始混乱的北京大学 他一进北大呀 陆平的工作就停止了 新的北大党委出来之前 由张成仙贷管 但是可想而知啊 也没什么用 否则的话 咱们上回书说到的618事件也不会发生 这一切都安排差不多了 按照刘少奇年谱说 6月9号到12号 刘少奇周恩来 邓小平陈伯达等人 去杭州向毛主席请示应该如何应对 是否可以大面积派工作组下去 要说也够气人的 您都自作主张先斩后奏派了一个了 这会请示 先上车后买票 还是那话 要不彻底翻脸 要不彻底投降 没有中间路线可走 手鼠两端 吃一半留一半 反而让人看出了内心的虚弱和惶恐 这里面补一段 这次会议还有一个人参加了 是新任的接替陆定一的中宣部部长 陶铸 他在咱节目里也出现好多回了 胡耀邦的好朋友赵紫阳的第一位恩主 几个人就派不派工作组进行讨论 陈伯达坚决反对 刘邓陶认为应该派 周恩来的意见 我没查着 最后啊 老几位也没有形成决议 根据维基百科 陶铸这段说 毛泽东最后的意见是 派也行 不派也行 如果派 要谨慎 这他妈刀切豆腐两面光 进退自如 游刃有余 所以刘邓啊 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 还是各种的派遣工作组 当然 他们也是老一代 无产阶级革命家了 不至于一点眼里见没有 所以这次派之前 根据高高 严家琪两位先生的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记载 还是向毛主席汇报 请了同意两个字的纸 才开始行动 工作组进入学校 那是代表党委来监督运动的 刘少奇在6月13号 还批转了两份文件 说在这个牛鬼蛇神 纷纷出拢 攻击我们的时候啊 要顶住 等他们暴露了再反击 对于大学生中的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也要揪出来 刘少奇是想 把那打砸抢烧杀的革命小将 都打成反动派 说他们才是牛鬼蛇神 妄图模糊进攻的方向 这还了得 中央文革小组为了反击 6月16号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 再一次肯定了学生们的革命热情 也是在这个环境下发生了咱们上期说到的618事件 作为工作组组 作为工作组组长的张承仙 当然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了 赶紧跑到斗鬼台那把大小伙给劝开 然后组织材料上报给刘邓中央 说这是坏人捣乱啊 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 刘兆吉一看 我操了的嘛 赶紧的第二天 也就是6月19号 批转了这个汇报 而且在报告上还加了一句 中央认为工作组的做法是正确的 及时的 以后啊 哪再出这种事都照此办理 还是根据高高严家祺两位先生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记载 陈伯达和康生也同意刘少奇这个观点 并且公开支持 这俩人什么意思 是毛主席没跟你们说明白啊 还是打算诱敌深入 陈秘书真不好说 但是以康生康老之脚侠 必然是引蛇出洞 拒而兼之 在这种大动荡之前 刘少奇的所作所为 很相像2021年底 全国动态清零环境下的上海市 当时的李强 说他是为了个人和家族的利益也罢 说他是为了维持上海这种经济中心的地位也罢 一直用张文宏医生的精准防控 来对待疫情 做消极抵抗 前世不遥啊 大姐会应该还记得 2022年4月2号 孙春兰到上海传旨 坚持动态清零 总方针 不动摇 也算是给李强最后通牒 李书记 那是从容入关的老奴才了 肯定理解的要执行 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从此拉开了上海市三个月 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疫情防控斗争 让上海的年轻人最终喊出了 我们是最后一代 这样铿锵有力 掷地有声 却充满着绝望的声音 习近平就是用这个方式 昭告天下 如果不能连任成功 那神州大帝一兆思绵 咱们就他们一起疯着 看谁耗得过谁 天荒地老 万岁爷 豁得出去 为什么会这样 在刘少奇 李强们的理解 这中国是共产党的 也是我们的 声色全麻 酒池肉林 不是挺好吗 而在毛泽东 习近平的理解 如果这中国 不是我一个人的 那就索性不要也罢 砸烂一个旧世界而已 具体而言 毛泽东为大权独揽 发动文化大革命 习近平为破规矩连任 推行动态清零总方针 这便是党天下 和光同臣 九龙治水 与家天下一人之下 皆为蝼蚁 专制程度上的不同 行 今儿咱们就聊到这 且说这刘少奇 中了毛泽东 康生的圈套 那他进一步 会如何动作 咱们呀 且听下回分解 也请喜欢的朋友 点赞收藏 开启小铃铛 咱们呀争取 经常聊天 谢谢大家